听过这个名字的队伍 阿富朗沃战队是战胜了JHDX 但前面更早一些的这个境界之路 我们就不为大家一一地呈现了 而且值得一说的是 这个LV战队好像目测应该都是华人 就马来西亚华人确实也是非常多嘛 那虽然说今天这一场是 不同国家的战队之间的比赛 但是其实都是华人之间的一个对抗 都在打中文 都在打中文 还有一个人是这个中文ID 这个这个不过这个中文ID 有点调谱 有点调谱 待会进去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中文ID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这样我们看一下双方的准备情况 双方已经是准备完毕了 那话也不多了吧 我们就赶紧进入双方的这一场比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 昨天赛我们这一季的新的宣传片又炫了很多 那是一季比一季更加的炫 上一季是这个3D的这个模型 对 这一季用真人了 下一季呢 好像还看到了光光的 其实本来 本来是我要去做那个模型 而且本来跟大家约好一些事情没有对性 我就看你怎么圆 来 说 算了还是不说 不说了 下一再季了 有机会了 等天转转后一点 后来除去了你的衣服 我发现你比较适合演骷髅王 小骷髅 小骷髅 还没有那么高大 古法什么的 惨遭淘汰 是 没有经过这个海水 就挂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RMV这边 其实我们说有一个这种ID 但是 它好像换掉了是吗 进来之后改了 进来之后改了 其实 其实不止 不止一个 像这个磊啊 颜啊 都是这个中文拼音 你确定 是啊 对不都是中文拼音 你确定人家真的是中文拼音的意思 那肯定 因为 因为在这个单词里面没有一个词 我觉得很多的名字 未必是一个单词的意义 是吧 可能是组合在一起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DOTA资料 31 中文名叫大气 这个是 那是我 那是你 好 好吧 你搞错了 好 看到现在进入了双方的班选员的阶段 嗯 Follow战队呢 前段时间也是更换了队员 嗯 他们的主席 小乖 然后是 林队 嗯 引进了一位 XB 当然这不是DK战队的XB 嗯 这个 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一个XB 没关系 今天比赛以后 我们也许就会记住了他的名字 来第一次登场 给大家一个全新的认识啊 他现在用的ID是这个兔兔是吗 还是BVB 呃 BVB是香蕉 老BB是香蕉 对 兔兔应该是他 BVBB T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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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M 是 好吧 Follow战队是在天辉 而IMV战队却在夜夜 嗯 你记得这个寒词每天晚上固定时间他就要BVB 特别到位 就还没有很多这个 非常亮的大招啊 先手大啊 然后非常亮的D啊 昨天感觉他这个孟马的打法有点类似于像兽王这种 对我感觉他打的特别一半啊 就是中规中矩的 然后打团的时候虽然说把孟马的那个猛马 大家好像大家昨天看了一下论坛以后大家比较喜欢听猛马 其实其实感觉差不多 就选手圈里面都说孟马猛马都有 嗯 嗯 猛马显得比较猛一点 猛 好 马格纳斯猛马 就昨天那个猛马就觉得还是 怎么说呢 没有很多亮眼的表现 就看到一个就是用D把那个 谁给D开了 然后救了一下队友 嗯 是吧 我就看到这样一个镜头 感觉 呃 猛马的英雄的话 还是要很多这种擅长啊 擅长打中单位置 但是要打近战的这种中单 嗯 我发现现在很多国内的这个中单选手 他不太擅长打近战的中单 就可能就430的这个 430他也用的很少 是用了一个TA 他以前用过兽王 他就用TA是一个 呃 但是用的很少 相对他相对来说 已经是比其他的中单选手 远程英雄的可操作性比较强 比较挑逸一点 对 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特点不一样 就是呃 他的这个中单的话 就是有用过这个潮汐 嗯 然后熊猫 对 但是就是这两个英雄 感觉用的不是特别好 就可能是因为近战的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班选员的情况吧 嗯 双方战队在天辉 一选了马马纳斯 拜仁猛马 二选了光之守卫 也就是俗身的光法 三选了杰西洛 也就是双头龙 哦 这这几个 这三个真的很厉害 嗯 这三个 AOE特别足 就是像 呃 昨天在打的时候 NZ战队选 选择了两盘双头龙 是 但是他那个双头龙的话 就没有配大控 这样的话双头龙的输出 经常啊 是打不足 呃 因为这个呃 虽然自己的团队 有很多的这个AOE 但是你也拥有了 像DX这样的英雄以后啊 还还需要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控制 嗯 能够把对方给控住 哪怕是 呃 一个小的范围团 小的范围困的一个技能 都比较好 或者是你瞬间 就可以把爆发打出去的 而不像双头龙这种 他可能这个 大招的这个时间啊 可能会比较慢 然后这个 晕炫的时间啊 也比较短 所以 打起来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种AOE的 爆发的感觉 这三位英雄 一旦马格纳斯 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大招的话 爆发出处是非常的强 对 呃 只要这么两个 是 香蕉 香蕉的双头龙 给我的影响 也是非常深刻 嗯 他之前一直在练这个英雄 在比赛当中有用过啊 用的是相当的有灵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NV战队的选人 这个选人就 很对主流了啊 不许是王 那不用说 那最近大家比较流行 对 戴子 就是暗幕 两个呃 两个抱团型的这个英雄 还行 这三个英雄的话 都是倾向于打推进的 那戴子 现在的话 也是加强以后 像安永波的范围 也是增加了 然后这个呃 一级的搏葬 也比以前厉害 而且这个T啊 也是有一个提升 就是T的CG 渐转到了8秒 以前是11秒吧 嗯 我们来想想看 他这个阵容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呢 抱团 只能说是一个双奶 就是奶水推进 那后面再选一个NEC吗 嗯 不需要 应该 应该会 虽然想配一个法系盒 但是我觉得 他们的法系盒里面 配黑鸟比较好 就是 对 需要用技能 相对 马来西亚队 我特别喜欢用黑鸟 对 然后他们后面的话 应该还有机会 选一个TS 那不差 马来西亚队 也是比较喜欢 用TS的这种法系盒 我觉得TS和黑鸟里面 二选一吧 如果说 如果 如果那是 搬掉了迪屁 搬了个迪屁 也是一个法系盒 对 然后这个法系盒 也是曾经跟 不守世王 在6.59D的时候 曾经辉煌过了 那么一阵子 那个时候叫 拯救世界一族吗 对 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 记得当年的那个年代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Full Up这边的阵容啊 也是防推进特别厉害 那Full Up看后面 两个人怎么选 是把防推进进行到底呢 还是说 要拿一个稍微灵活一点的 这个carry 因为对方是有先知的 人家可以打成一个 4加1的推进组合 没错 然后先知可以随时支援 但是 如果你这边全都是这种 非常依赖于团体打赢 然后反扑的英雄 比如说像莫马 这个莫马双头龙 光反 或者一手的话 就 拿了个德鲁伊 德鲁伊的话 也是在对抗 不舍失望的时候 特别好用的一个英雄 而在出了护药之后的话 对付先知的代仙 也是有一个帮助 所以这个 这个英雄拿的还是不错 不过的 应该都想得到 本身是个肉 然后还可以去 打墓碑 但是这个英雄 在对付戴德的时候 就不是特别好了 因为本身是一个 倾向于战装的 这样一个英雄 然后戴德的这个 发秒钟的一个控制 你不管是对小熊 对小熊来释放的话 有一个非常持续 长的这个持续时间 你小熊就没有办法去 拿走 哎 另外拿了个夜魔 就然后 也是一个偏暴坦推进 然后戴德这个英雄 尤其是在 打这种战装型的DPS的时候 战装比较久 像龙骑 德鲁伊 这几个肉 偏肉的这个DPS的时候 特别有用 那个减防的效果 可以发挥到机制 而且他的一个T 其实是一个 非常长时间的控制 先有眩晕 然后有减速 然后还有一次眩晕 两次云嘛 就是差不多相当于 一个两秒 两秒的一个控制 是的 呃 他的那个 就是释放的距离 会稍微一点近 对 在消耗上来讲的话 就是 这个戴德特别有用 但是 呃 其实现在 这个INV这边啊 呃 INV这边有一个 有个非常不好的地 没有AOE啊 对 他们完全没有AOE 他们虽然说 团战推进很强 有召唤 有有恢复 啊 召唤 召唤有两个召唤技能 然后有恢复减防 然后有这个续航 嗯 但是关键点就在于 他们四选了这个夜魔以后 没有任何的AOE能清兵 他们现在算起来的话 四个 四个英雄里 没有任何一个300AOE的技能 那现在就要补了 补谁 Lina吗 我觉得这盘Full Up的生命 还是很大的 因为 他们最后选了一个风暴之灵 嗯 风暴之灵 灵活嘛 就抓你代线 就抓线之 最抓线之 就定着线之抓 或者是突进去杀戴泽 对 也可以 或者进去拉狮王 配合德鲁伊 然后进行一波消耗以后再出来 是的 然后这样的话 有一个突进型的一个 这种 算是法器盒吧 呉 尾盒 有一个突进型的尾盒以后 然后 可以 吸引一下对方的目标 如果说对方 第一次应该想夜魔 狮王冲上来 想打风暴之灵 那后面的话 一是两个这个 两个特别强的法系输出 还有一个梦马 就可以找到非常好的位置 梦马 梦马 看来我要努力改正你了 昨天我后来想想他 我已经说习惯了 其实我以前是说梦马的 就是身边人都是说梦马梦马 那做梦做太多了 820先说的 怎么办 木喷巴老板 不是啊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接受 对我来讲的话是一样的 哎 不过作为主持人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普通话95分以上 你可还是这么聊 还是尽量改 这个确实说错了 不是说错了 有一首一名 沙王 沙王 也算不错了 这个LOE还是爆发起来挺厉害 就问你能不能打到那把跳刀 爆发起来是很厉害 但是 怎么说呢 这盘他们就特别依赖于 这个先知的发挥了 如果先知的装备不成品的话 他们这个推进真的是非常难推 就是一个一号位啊 就清兵速度非常的慢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飞人的情况 Follow战队 U的半人梦马 然后 现在并没有选择双口龙 而是选择受完了光法 光法 韩慈是拿了双口龙 李兔兔 是过来代替小官的位置打carry 主C 8GK选择了风暴之灵 对面先知怎么还不选呢 说到风暴之灵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这个 这张脸 说我们中国玩家很不能接受的 本来是一个很萌的一个 还是中国 象征的这个很萌的一个对吧 小胖子 是 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位祖大叔呢 眼睛还暂着白光 我问了SFollow 他刚才说 这个模型一定会重做 一定会重做 一定会重做 那你放心 他是说当时 当时这个 就 我认识他们做游戏的情况是 大家随心所欲 他没怎么管 以后大家反馈不好 然后再重做 他们这么一个过法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英雄 也一定会重做的 特别丑的 我想一个 卡尔吗 卡尔还丑啊 卡尔就很帅了好不好 长得跟天津饭一样 他是 不光头的时候 还是可以的 只要不掉针 一掉包这个光头的造型 谁都不能漂亮 其实我觉得狼人的造型很奇怪 他明明是个狼人 但是做的模型出来以后 跟吸血鬼一样 这完全是势不两立的 两个阵营的 就你说他那个小狼牙 小尖牙 然后那个兔头的造型 一般来说 那种像什么德古拉伯爵 是这种造型 我觉得还能接受 但是狼人应该是 应该最起码搞一个 标情大汉嘛 是吧 哦 优敌深入 这个丧尸还挺可爱的 我觉得 丧尸你说 狮王是吧 对啊 丧尸还蛮可爱的 比Dota1里面的狮王 要可爱一点 要更丧尸一点 Dota1的 Dota1的那个丧尸 长得就跟King姐一样 King姐你听到了吗 对不对 那么有人在呼唤你吗 说反了 说反了 King姐长得 好像也不对 你掰 King姐你听到了吗 反正不是我第一个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 你自己去看啊 真的很像 King姐很萌的 6.59记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 它瞬间变成核心了 是吧 因为走的这个样 路子还歪歪的 对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说 周扬你打你自己 自抽 然后这个上路是一个 熊德帮队友的一个卡位 把兵拉走 对 把兵拉走 他是断了一下 一样的道理 还是拉了一下 还是他非常用心啊 是的 然后自己这边补刀也没漏 第一个阵部 也是补刀了 好 反人猛马 过来把兵继续 接走 这个反人猛马 怎么长着一个犀牛脸 好像没有扮人的感觉 他是一个纯兽 人呐 他的手呀 还有六只手 你发现没有 人家这个 什么扮人马球长 起码长了一个人的脸 也许他这只是一个面具 你无法输入统计 开一下正反谱吧 好 正反谱 阅谋跟中路德鲁依是差不多 正谱都是很稳定 下了8GK 这两个双奶 然后面对的是三人入宝 广马加 广马加这个 哦呀 蓝帽 还有一个单油的 其实 他刚才是在这里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便宜 哦 这连排眼了 双头 这个眼排得非常的准 因为他是没有假眼 在这个位置吧 所以说 哦 有假眼在这个位置 有假眼 有可能看到了 他就判断的地方 不是放在这里 嗯 如果是想排的话 赶紧放在这个位置 但是放这个位置的话 那个高地就看不见 这里也可以 高地就看不见 高地就看不见 他只能放高地 反正他是看准了这个位置了 所以就摆在那了 下路这个烧奶 我觉得只能说是混一混 上路先知是打野的 这个道具是什么情况 等着小鸡送吗 他是买在了自己的 小鸡要送一下 这个小鸡是一个小蜘蛛 看看这边 机械是什么蜘蛛 这边这个摊膜 实在是造型有点丑 绿色的一个大嘴怪 他这个摊膜就是 只有一层绿精华 8GK是战胜的开游戏 有点小龙人的感觉 韩子 看他重连一下 你是不是把小龙人给黑了 掉线了 你觉得这像小龙人 没有 他可以叫小龙人 是有点像一个小怪手 小神龙俱乐部有没有那个 就不是我的童年 小神龙俱乐部 你居然没有童年 就不是我的童年 那我觉得电视机前 很多人应该 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大了 你叫这个区别吗 而且小神龙俱乐部里面 有一个 小龙人是我的童年 有一个什么姐姐 那个姐姐就是 爱情公寓里面 那个丽莎荣 那真的不是我的童年 真的不是你的 真的不是我的童年 我没有看过这个 那你的童年是什么 六神合体 六神合体到底是哪一部 六神合体的雷霆王 雷霆王 就是那个 这叫什么 魔神英雄谈是不是 那也是我的童年 你说的那个就是 有一个什么 会变成白色盔甲的 对吧 不是不是不是 那算是一个 变形金刚类型的 不是不是 是变形金刚 六神合体 然后你说的 魔神英雄谈的 我想想想看 昨天说的嘛 我以为你说的是 你刚才说的那个 其实应该是 魔神谈斗士 魔神谈斗士 对 魔神英雄谈 是很萌的一个 小姑娘 跟魔神英雄谈 是那个 是那个什么 什么有一个 什么鸟人大叔 要打电话 才能呼唤自己 这些人的那个 好像是 好像是 魔神英雄谈 跟魔神谈斗士 是两个有区别的 是 我都看了 所以有经常混 对对 这是两个 非常经典的动画片 是 这边 韩词还没进来吗 还没有 他们这边 还要稍微调试一下 反正现在的这个 现在不像我们以前 这下能看的那么多了 反正看的只会少 这下放的 关键是学业也重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就是这些动画片 我们童年的这些回忆 内涵还可以 对 我感觉很多 就是现在回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很多内涵 小的时候看不懂 现在的话就 比较倾向于娱乐性 对 开心一点 对 就 纯娱乐 就 就 去哈哈就可以了 张张忍笑话 什么灰太狼 五年没吃羊啊 其实就 就比较卖萌一点 以前的话 感觉就是 小孩子看的片子 他也会 参加很多大道理 对对对 比较典型的 胜都是青史 然后我们进游戏吧 这个 那聊一下胜都是青史吗 胜都是青史 但是 这怎么 这怎么 这就FB了 是下入 光法 还是 光法吗 哦 直接动不三个光法 一个波 能波死吗 哦 漂亮 刚才应该是TSD 刚才是TSD吗 TSD啊 0 0 的意思 就是他刚才 这个地方暂停 然后是因为他不动了 就刚才那个位置 他被选了 先知 飞过来 遗血他 哦 原来是这 我们的感觉 就是掉线送了遗血 然后马上TP过来 又反杀对面 也把自己陷入到了 非常危险的位置 嗯 然后对方 也抓住了你这个 对对对对对 把刷子的话 也真的不能怪 对对对对 好 摸出来 没什么 一个爆发 第二轮应该是可以 带他走了 FB没气吗 好像是淡天没气啊 把气是整个最后再用 是的 哇 但是这虽然好坚挺 是的 好 上个龙回来 撞了狗 我撞了狗 要吃 吃个树啊 好的 哈哈 I can't believe that 这样的话就完全是双杀 但是真之过来 真之过来 真之过来 那么伤到 赶紧TP 赶紧TP TP能够去掉 哎呀 哎 这个最后一下 A出来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A出来了 感觉A出来了 三个远程英雄 一起A出手的话 那个在DOTA1里面是 你TP回去之前 对方只要A出来 是不会miss的 他刚才的伤害不够 远程英雄是不会miss的 近战英雄会miss 他伤害不够的 不知道这个机制里面 在DOTA2里面 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 确定吗 对 也能飞尸的 我的意思就是 远程英雄打出去 不会miss 然后近战英雄 会打出去会miss 远程英雄 这可能还不确定吧 还不太确定 因为W3里面 这是W3里面的机制吗 不知道DOTA2里面 是不是有 好 说德鲁伊的补刀 还是力压对面的夜魔 非常的不错 对 不会压夜魔 到5G以后 可以压水量了 现在就5G以后 开心 诶 这个地方月塔 没走掉 他这个 就是单傻 单傻 他这个刚才 刚才用隐身 没躲 那下 那台攻击没躲掉 他隐身的时候 是在塔里面隐身的 是的 给他找一个 等那个攻击间隔 到身上以后 再隐身 可以 看这个位 一波伤害非常多 直接打死个带哲 好像人家 他没学伯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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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路下路 而且跟对面刚三 打这种英雄 你三级的时候必须点一点 我以为是两支就点了 我觉得他刚才这种情况下 主T 副伯葬都可以 他没想到加剧 双奶 你说主D吧 主D干嘛 你会说双奶吗 是啊 他算是双奶 但是前面的这个一击 这个加剧 说实话效果不正好 他想打竞争性强一点的话 就T 因为他有先知 可以支援 说实话也是一个三人路 但是 但是前几级的T没用 他那个 升小圈 一两级的D 比较有用 三级的T才有用 对 所以我一般T T的话是一级学D 二级或者一级学D D有一级就够了 就前两级我肯定是学 伯葬跟D 然后连点三级的T 对 这样是可以的 我一般是这样 除非说打中单 打中单的话 我就可能先学T了 因为中单 那个T T的耗血还是挺厉害 中单 T的耗血 因为T的耗血 是算 算那个 物防的 他们这一个连招 很厉害 拉住定位 然后利用光法的波来主输出 对 那个 其实这三个英雄输出都挺高 伤害都很高 我们看一下 那个8GK是怎么加点的吧 还是指的 指拉 要拉了 要拉了 然后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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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接 好的非常完美一个combo 但是伤害 哎 这个拨没打到 好像这个拨没打到 是啊 拨没有打到 它是往下走的 它没有往上走 对 它这个 拨完反载一口 居然没秒掉 真的 但是第二次的速度 又有了 小海一口火 好的 穿起来反下掉一个 然后这边的话 给了魔道了 给了魔道了 蓝猫想要带走 哎呀 蓝猫吃一个魔棒 应该是可以 可以记一下 但是这边的下王已经开大 哦 有这个下王已经六级了 是的 穿一下 戴折还继续在拼 伤害非常的高 啊 打出了一个SK的三杀是吗 是的 SK的一次三杀 这一波SK的支援 真的是相当的到位啊 上单的一个SK 刚才8GK 其实可以不用死的 他就放了一个R 然后浪费了很多魔法 这样的话 他飞的不远 嗯 如果他再飞远一点的话 就死不了 这样的话 要杀王的大招白放 关键是要 飞出那个杀王的大招犯 对的 他也可能也是没注意 这个 这是你 急了 因为在动画2里面 像一些选手 刚转过来的时候 像有些技能 刚刚开始摇 或者你的动画 他会不太熟悉 这个地方又是穿四 对 雖然踢出去 但是他踢的等级 还是不加 所以就1秒的一个控制 控制时间是一样的吧 控制时间当然不一样 这个高的时候是2.2秒 这是持续时间 是啊 然后就一个2.2秒 它持续时间跟运渐时间不一样吧 就是2.2秒 选音啊 德鲁鱼的发育1500的经济 补刀最高 但是对面的SK 因为放着去跟大人猛马去对线 所以SK感觉好像压力不大 我感觉反正双头龙的那个晕一级的晕时间就好长了 而且各种躲不掉 动画特别快 动画就现在比较快 延迟比较的短 延迟0.5秒 但是还是感觉特别快 这个位置夜魔 又在这里 威了一下 韩斯站的这个位置特别不好 光发一个波 虽然气了一下 看一波打残对方 能秒掉一个 好 这样的话是1放2 但是夜魔或狮王过来 然后加上先知飞过来 哎呀 这波打残 瞬间形成了一个四人爆反 对 来的速度非常快 杀王在的话 先知随时都可以到 然后夜魔到的话 就是对方五个人 好的 这个地方是直接一个波 波死了 在这边想要TP的先知 嗯 夜魔是把他追死了 是的 这波还是很亏啊 因为一后过来 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但是他前面大招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用掉的 他杀了 不是用了没杀人吧 不知道啊 没看到他杀人 是啊 但是他杀了两个人 看人头啊 他杀了两个人啊 210 210 这个人不知道在哪里杀的 而且不知道他哪里死的 他死是被SK单杀的那一次死的 哎 先知 先知过来捆一下 是的 然后 哎 没什么 或许是 但是 蓝猫这边是 能拉到吗 拉用 拉没 哎 他没 这边 这边 更不容易一点 哎 他很聪明啊 他把这个 这个夜魔赶走以后去拉打新知 SK又一个大招 这个时候晚上的话是夜魔给了一个沉默吧 就可以被干掉了 是是 可是他刚才拉夜魔不就好了吗 拉夜魔也杀不死 夜魔刚才 因为前面缠绕住了 缠绕也杀不死 夜魔刚才的血量比先知要多的多 而且后甲又高 跑得又快 你肯定压不死 这个地方一拨 拨 哎哎哎 是这个大招 好像拨中了吗 好像没拨中 拨中应该直接死了 这个U控制的时间有点长 你往前走一步一个晕 其实光法就必中了 就光法急死了 现在我等我等我等 哎呀死了 SK的跳刀终于是被遏制了一下 不SK你看他钱不是很多啊 还行吧 等级很高 十级 已经挺肥了 十一分钟这个状态 是的 十一分钟密法鞋加护腕 还有大魔棒 他出了密法 还有一个瓶子 SK现在是五个人头 下面U单杀了 单杀了新知 这个也是这么单杀的先知 上路单杀的先知 先知让我有点看不懂啊 嗯 这个十级的 猛马爆发还是特别的高 两个人TP过来 去排掉对面的线炎 线炎排掉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是线炎 还是走上去还是被看见了 下路的话 可疑要再来人了有没有 还能不能再来 又插了一个眼 来不了人了已经 树林里面又插了一个眼 这边可以TP 这个猛马应该是比SK要先跳 少买个护腕 猛马能TP 所以在等 嗯 猛马是可以TP 下路要打的话 应该是前军外马来相见了 想问一下 如果不打下路的话 对面肯定是去抓德鲁伊 对 所以德鲁伊也赶紧松一下 本来这个位置其实应该是到线上去补到的 但是他很松 而这样的话是看到两个 还是打打眼 就是说视野还是佛拉伍之间更好一点 中有一个高地眼 然后上路一个河道眼 然后下路一个树林眼 这三个眼的话是 对方是完全干扣不到人 对这盘的话总的感觉啊 还是佛拉伍的阵容更加优势一点 主动性更强 是的 中路这个地方应该是要打了 V一下 但是天是白天 只有夜魔没什么用 SK有加速直接过来 而且是有大招的 SK过来的时候有点晚 这个时候打 打这个熊的话也是没什么钱 这样的话应该是中路下路前 但是下路的兵线很差 换不了塔 主要刚才也不敢墙上 墙上的话对面就直接全会TP过来 准备开个塔方 下路要速度一点 把线推过去 马马往中走 不对啊 刚才如果他们强杀的话 夜魔没学大招 9级夜魔没学大招 因为第一天晚上 他的成果还可以 他强调的是自己在第一天晚上的 这个 技能的 质量 质量对 好 不然这一下沉默以后 一个大招带走 这样的话是 猛马没有放出来 在地就已经死了 而另外一边也是杀掉了光法 两个人在当中三个人的面杀了光法 这应该是光法自己作为失误吧 我们看一下 总经济情况 嗯 现在 钱最多的是SK 总经济最多 马上跳到了 猛马跳到真的没他快 因为刚才拆了个塔呀 是 拆了个塔 然后杀了一个猛马 对啊 就是刚才这次 导致经济差很多 而德鲁伊的话 本身是差不多的 德鲁伊离自己出山 还有两千块钱的杀举 然后之前研究过 基本上 我们现在用的这件carry 什么时候到达七千块钱 是一个临界点 七千块钱第一个大剑 七千块钱就是一个 改变局势的大剑 比如说Defa的狂战 两千块钱小剑 加上一个五千块钱大剑 两千块钱把小剑买买齐 差不多就是七千块钱 比如说虚空的狂战 加上假腿 然后 这个 德鲁伊的辉耀 加上绿鞋 再加上小熊的一个鞋子 然后 敏捷英雄的话 一般就是BKB的架 反应都会比较多 没错 敏捷英雄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 把GK没走 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 应该是直接被对方的爆发给打死 因为他猜中了两下 他扭了两下 他不记 而且蓝特别多 是满蓝的 他想了一下要往哪边记 但是 就是鼠标没做出那个操作来 其实他应该随便往哪先记一下 你就不要 不要想着什么反下 然后浏蓝 这种想太多了 对方的爆发又特别高 现在对面是靠SK的带节奏 对 这个SK打得非常的亮 这盘 他们的这个SK确实打得很好 也是弥补了他们很多地方的这个不足 包括像这个AOE 是的 是的 还有这个其他的 因为一开始刚拿到这个阵容的时候 觉得他们AOE特别弱 阵容上面你知道 Full Up好打很多 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 虽然夜魔的阶队带的一般 就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作用 但是SK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杀穿了这个中下路 上路还单杀了一次猛马 这基本上是上中下路 是单杀了吗 还是跟星星之啊 单杀 没有星星 虽然他也死了 但确实是单杀了 所以他就等级比摩马上多很多 这边 还是可以 抄过来 抄大 哎 好的 摩马这边是 第三个大招 漂亮巨波反打 好的 摩马在这个位置 蹲的是非常的及时波 优历功啊 是的 而且是造成了一次德鲁伊的双杀 刚才 刚才是500块钱 现在谁接会要了 刚说优的发挥没有SK量 他在这边就教育了一下SK 是的 这是当头棒喝了 这个感觉局势突然一下就逆转了 突然一下零换三 这个零换三15比13 本来是 本来是进入一个跳到SK加 抱团刚要抱起来的节奏 马上 这个猛马怎么搞的 这是 还会倒车 还会玩飘鱼 飘鱼 刚才真的是飘鱼啊 飘鱼 现在飘鱼也能有了 飘鱼到手 然后再买一个500块钱的鞋子 我们看到这个钱就正好是7000块钱 对 所以我们看到7000块钱的这个钱就是小元盾 飘鱼 然后小绿鞋 再加上一个小熊的鞋子 还差100多 正好 对于LUNA这样的敏捷性英雄就是一个BKB BKB加一个小剑 加一个绿鞋 天鹰界 魔杖 这几个英雄追小熊撒还是特别快 是的 因为给上一个T的话小熊是不能重招的 这个很散 你给上一个巨毒 哇哇还有这个卡位操作 现在小熊呢在被打的情况之下是不能重招 换成卡位 所以巨毒 就是处 这个技能 给上去之后 他就一辈子不能重招 对 其实时间太长了 比自己的时间还要长 是的 哦 准备 很难 很难 胆子有点大呀 就是 现在怎么怎么怎么 很难得啊 就是 你们感觉现在比赛实际上拆眼 出现的 就是几率很少 嗯 也不知道对方排在哪里 一般 因为现在拆眼的技巧都比较高端了 对 就 呃 想 想排眼的话是比较难的 所以现在很多队伍其实 排眼排的不多 只是关键点的话 他可能会 特别要求的一些塔前 不要被对面放眼啊 这种 但问题是刚才这个位置是 他们的眼先放下 所以他看到了天辉的人放眼睛 他自然知道这个眼睛在哪里 你看他现在也有个感觉 这盘反眼特别的多 对 在辅助上的这种交换 对 先是相交在河道排了一个 然后对方又排了这个 下落自己塔前的现影 然后这边的话又排了上路 这个一个中路的一个高地 所以你感觉是他们的 这一盘的技巧比较高端一点 是吧 就感觉 今天这个排点特别特别多 比以前多 买了什么东西了 买了一个550 买了一个550 上路这边的话 SK和先知的这个代线速度 还是非常的快 是的 我们看一下SK的加点 几级的被动 两极的沙暴满极被动 前期跟这个猛马对线 这个位置直接跳进去 拉到三个人 但是这边的话是 呃 因为被动的足 还好 夜魔还差一点 转走掉了 夜魔没死 有人GP了 需要谁 应该是SK 然后先知已经到了 这个一个跳摔 是把蓝猫戳死了 然后继续是一个 这个追杀反 反推的节奏 这样的话 这边只死了一个戴者 换到对面的话 一个蓝猫和一个 呃 猛马 两主力 虽然猛马刚才是 大到了三个人 但是很明显的感觉到 后续的输出 有点不足 对 而且那个狮王 一口奶就把自己 拿起来了 是的 这个夜魔爆发 打不死狮王 是非常头彩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的话 就期待这个蓝猫 能够早点出主任 没有狮愿的话 这个狮王就很难秒掉 秒掉狮王的话 他这个 你一轮秒掉 他就活过来以后 你要打墓碑 要打狮王 要打其他人 再者再给他一个什么 这个伯葬 你就非常的不好秒 所以没有狮愿的话 现在特别难打 其实对面的几个英雄 都特别的怕狮王 像狮王 还有狮王 还有狮王 还有SK 这三个英雄 特别的怕狮王 对 但是现在蓝猫的狮愿 应该说 有点远 他这个 小鸡还死了 而且他现在 不好吃 他怎么这么穷啊 我感觉他 其实现在应该挺身材 我在想会不会 是小脚身上有他的装备 不是他太穷了 他3000多块啊 是啊 他死了那么多次了 五次了 不应该啊 他这个 他就每次冲 感觉冲进去 出不来了 这个点没打好 这个猫这个点 打得特别不好 他是下路被人组绑的 对 你还是一个倒数第三的 没光法钱多 这个就 光法钱多 光法波波波的 比你钱多 光法没肯 哦 没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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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个宝石 这样的话 也是 还是要在世界上 很多个文章 是的 蓝猫这边 他身上是真的 没有别的装备 是吧 因为我看他出来 出门也没带 他身上没有 估计这个死掉的 小鸡身上有 有可能 你觉得会有什么 我觉得应该会有 一个1000块钱的 大斧头 或者是一根空名杖 还是大斧头吧 空名杖价格有点高 他买不起 是吗 好的 这个小出门的卡位 把这个小熊卡死在里面 是的 现在又是到了夜魔的一个强水室 21分钟 而且马上可以再试换一次大招 然后这里应该是看到了杀王 杀王拿盾 他们是想要杀王上去卖 然后活过来之后放一个完美的大招 杀王扭盾的话就比较随意了 就可以先手刺了 就不需要先手 先手大也可以 反正就是想怎么打都可以了 杀王这个英雄特别需要盾 看到人就可以上去刺了 只要位置还可以 但是像有 有些人不能随便先手的 比如说像 像对面的话 有些人 你要判断他身后的人 如果都在的话 这样德鲁伊是肯定不能先手的 像这个什么 有两个人 什么蓝猫加德鲁伊站在一起 就可以去先手刺了 这里突破的反应非常快 瞬间把自己的手招回来 被反打的话就不怕 因为你要知道刺上去以后 你的队友很可能就暴露在对方 这个猛马的大招范围之内 如果有几个人被打的话 就非常危险 尤其是杀则和杀王这两个人 不能同时被打 这两个被同时被打 肯定要死一个 这个命运权不知道是谁的 蓝猫的吧 肯定是蓝猫做BKB的 他现在的钱实在是不对 他有4000多 他只有4000多 他这个装备没拿到这场钱 是不算的 我觉得这个命运权应该是蓝猫 他输BKB的话 后面就直接扬刀了 就不会出紫团了 紫团这个装备是出得越快 然后越好 对 我们这个盾去回收 现在还有三分钟 对方应该要抓紧推一下了 我们这边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带的一个插件 人工的 这个被你发现了 死亡 挑战头巾 肯定头巾加美肯一个秘法学 现在血量有点少 血量是有点少 就是让你看起来 哎我很好描 我很好描 来杀我呀 但是后面是把败子 这个佳学 然后还有这个大招反身手 但是天天放这个阵容的话 打后期还是不好打 就对打前妻的这个爆强对他以后 要把这个法师英雄超神装 这个我们看到这边 说是先知说实话 前期 先知已经做了他第一个大件了 很早出来的 刚才打揉上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来两千多 他下一个装备的话 应该开始要走物理DPS的路线了 物理DPS的先知的话 那就是水晶件 BKB吧 先BKB吧 他现在肯定不出BKB 他现在不BKB完了 他要么是出雷锤 要么是出水晶件 他们这个阵容 他早点出水晶术也挺好 那他就不是物理DPS了 你死灵叔打那个熊德马 很好打 现在死灵叔加强了 男人加了那个攻击阵格 所以攻击速度变快了 红人是加了一点 本来就更强了 更强了 这对话下去想去抓他吗 应该能抓到 没有去吧 可惜了 蓝猫 蓝猫出了 打住 下掉夜魔 打掉 你觉得 好像超过方向有点问题啊 这是干嘛吗 你还是可以 烫死了 这个要是给他跑掉了 谁可以看啊 这个U 有点难玩吧 这是救人吗 有点难玩吧 U 他帮他躲了一个蓝猫的 啊 你看得懂吗 哎哎哎 找到了 哎哎哎 你这个死了 给个减速 烫死了 这个死了 这个自己给撞上去了 你不找个地方TP 他有TP吗 夜魔 看夜魔 没有TP 哎 叫你不带TP 叫你不带TP 没事带个密银锤 是的 小样 还好还好 图图的这个熊找的位置还算对了 他前面跟视野跟丢了 是的 前面是晚上视野 他刚才在这个位置 转角的地方是拍了一巴掌 嗯 那是在后面 在后面对的 好 还有十秒堆了 哦 这位大高 两个人 放了一个 视王放了一个墓碑 视王现在又在康尾路了 加了口没啃 能不能康尾路 那边SK的队已经消了 SK的队 自己 自己没的 哎 早点死不好呀 他们没有这个人工差事 哎呀 因为现在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提示的 好 这一波的话 马格纳斯买活应该是要中飞 光法也买活 我们看一下这个 嗯 光法在哪 光法有大招 光马是可以把他拉过来 光马拉过来 这样的话 要丢一个二塔 我们看SK的30秒 这个地方如果能杀人的话 是可以上高地了 一个人之叶 但这边不慌 直接沉默了蓝猫 在打蓝猫 蓝猫也有一个人的 是 紫月然后后 紫月 紫月跟蓝猫 把蓝猫秒了 啊 蓝猫就是说 这个地方特别麻烦 然后这边 这个先知想走 就不太可能了 看现在夜魔和戴哲 是在追杀双头龙 带队了 但是这边 而且后面 世王上的光马 一个波 波得非常的给力 那边戴哲 给自己套了一个 呃 无葬以后 这边夜魔是带走了 双头龙 而且拿到真是 啊 这个先知的话 是买活 又再次回到了现场 现在在追马格纳斯 马格纳斯阵亡 然后那边先知的话 是在打那个 剩下来的光法 把光法杀了 那这样的话 就能无人猜猜了 五元才应该在抓这个 啊 这样的话 应该是逃不掉了 这一波打得非常的伤啊 是的 没想到这个夜魔 BKB上来 是先把蓝猫秒掉了 然后夜魔 呃 陪着这个 戴哲 是去一起去打了 双头龙一套 然后其他人这边 敬畏 Full up的其他人 是把注意力 集中在了戴哲身上 但是戴哲后退以后 给自己加了一个伯葬 啊 继续往后退 那边的话是 虽然先知前面被几个人 击杀阵亡 但是瞬间买活到战场 又是配合夜魔 击杀了上面的 呃 一个人是干击杀了上面的光法 是的 啊 夜魔是把这个 呃 双头龙击杀死 然后再去打的这个 马跟纳斯 马跟纳斯 主要的伤害来源 是来自这个 呃 夏王和呃 狮王 来 这个地方 带着一个先知 而且这边的话 呃 终于是把BKB给出到了 他BKB刚才那一次 赢的团战已经用掉了 所以刚才的这个位置 夜魔才能够全摸他 他 他那个时候BKB有40秒的CB 这一次为了杀先知 是把BKB又再次用掉 嗯 他现在BKB是一个 8秒钟的BKB 嗯 用了两次 嗯 那么刚才 这一次团灭 是送了对方一个 五人团灭 加一个宝石 这非常非常地上的伤 嗯 这个 前面那部团P的话 在二塔的时候 还是看那个 哇 就是拆那个中文二塔 然后有点大意了 他太大意了 自己的本体上去了 刚才那个时候 直接让自己的小熊拍就好了 你看着只有SK 有30多秒的CD 主要是那个位置 实际上BKBKB 应该把这个熊卖一卖的 就是 夜魔当时只能留到德鲁伊 但是肯定不敢打德鲁伊的 嗯 这一下直播打完以后 下王冰甲就很难打了 嗯 现在 好 现在的话 刘山盾刷新还有一分钟 刘山就可以刷新了 这个地方的话 想必需要再打一波团P 那现在的话 新知是不能再买活啊 我们看新知有没有装备更新啊 他又是出了一个直线法刺 要出扬刀 对扬刀 我们现在看到两边的这个装备对比 韩瓷这边是一个骨灰和一身的这个蓝领装备 而8GK的话 只有一个大件是这个BKB 而兔兔的话 是他们这边最肥的一个 这个装备 之前的都在小熊身上 有一个霍尔 然后自己身上的话是挂了个550 小熊身上的话 还有一个这个 这份宝石加一个板甲 也是快强试的 而U这边的话 除了密法调刀以外 好像暂时是没有更新别的装备 他其实更新了一个舍墨制服 也出BKB 而这个香蕉这里的话 就是只有一个 这种没可能 现在帮 RNV这边 就是最肥的应该还是这个SK 跳刀密法加一个冰甲 而第二肥的应该是先知 点睛指令加上一个极限法球 而夜魔的话应该是排在第三 战股BKB 还有时候的经济和经济的经验情况 对 金钱是1万1的差距 对 总的金钱的话 已经是岔开了一些距离 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天灾的这个三合啊 都非常的肥 对 而经验方面是1万的差距 而经过这边的话 优和 优和这个 还有个谁来着 兔兔啊 8GK 优和8GK是这两个点是不太肥 比较穷 对 因为这个团P啊 打完以后都是没有能够收到什么人头 8GK死的又是比较多 这样的话 整体经济来讲的话 就是被对方抄得比较厉害 我们看到他现在是一个急速的状态 所以是直接飞着走的 不用 不要用脚了 你看现在急速消失开始回头用脚 就是 就是设定了一个超过多少移动速度以后就开始飞 对 然后像敌法师我也影响非常深刻 就是他如果是急速的话呢 他不是像正常的这么走了 他是会把两个自己的这个包放在前面 感觉好像要削开风 然后迎风前进的少年一样 我前面说好像还是说错了 这个这个经济最 天才经济最好的还是那叫先知 先知之间的话应该身上有不少平常 我们看这个地方是开悟进来双头龙 这个位置其实非常的好呀 喷个火 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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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杀了两个 这边夜魔开的BKB还是被拍死 然后这边两个BKB冲上来再继续拉一个 好的三个 大招 大招 那边的话是有一个谁买猫 夜魔买猫 夜魔买猫过来 但是夜魔是没BKB的 最终的杀王双倍 跳刺啊 是杀掉了 8GK的蓝猫 然后这个大招 这个大招又是带着了猛马 这样的话两边是一个目前为止 是3V4的一个情况 蓝猫买猫 8GK马上买猫 应该是可以及时的赶过来 这个打这个戴折 戴折能不能齐皮走 哎呀 这个光法波稍微慢了一点 BK可以再次回到战场 打这个夜魔 夜魔也没BKB 应该是可以把这个夜魔收掉 是的 这次反正赢 应该是可以把这个夜魔代表好的 这样的话还是非常赚 冯老婆还是赚 这个肉身如果能收掉的话 还是比较靠谱的 是的 而且肉身血液已经不多了 对这个 安安威打的 这个 打肉身 怎么这么不知意啊 他以为排到这个眼睛 是让排到眼睛的时候 没有真眼看不见 打肉身 打肉身 路口放真眼 这个也算是常常的 这个马来西亚的民风飙悍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不够信 虽然中期的时候 是反了对方的很多眼 但是到了关键时刻 这个辅助跟这个 可能指挥的意识不太一样 如果提前知道要打肉身的话 你身上必带一个真眼 可能是一般来说 一眨眼真眼 关键是这个眨 SK还不在 SK在的话 一个反先手 其实效果还非常好 一个地方的易用而入 刚才我们也没有看到 这个SK到底去哪干嘛了 他反正下不在线呢 然后结果这一个狭点的路口 变成了双头龙发挥的一个战场 对 这个韩斯胆子也是比较大 一个人直接冲了过去 他想先动一下 开个视野 看一看有没有人 看到人了 马格达斯马上一跳 这个肉身偷的也是 很失败 如果说这盘 佛拉伍赢最终是赢得比赛的话 这个肉身就是一个转折点 但是目前为止的话 其实佛拉伍的还不容乐观 因为总的经济的话 还是要是在这个天赛这边领先一点 看一下一场大战过后 刚才是一万四 然后现在就变成一万 对 因为从这个阵容上来讲的话 近卫的阵容相对来说 不太 不是非常实装的 这个天赛阵容就非常实装的 这个夜魔在有下一个大剑 和和这个 包括和这个 像世王和这个先知啊 在有下一个大剑之前 是肯定打不过这个主C格里的 这边需要杀 南门开地下地 南门带走 魔马一个大招踩住 然后秒掉两个 好 但夜魔也杀了 这样的话这波应该是能打赢 夜魔是刚刚买回买回的这一波 南门带次跳上来 杀王也得死 杀王 打杀王 大杀王 好吧 杀王冰甲不大 我打 但是这个 这个兜里好高啊 一个人扛三个啊 我们看 魔马再次过来踩一脚 我们一波 我们一波带走这个杀王 杀王吃了一下 南门过来 好 都漂亮 南门当时还是自己的不守队 好的 这波 这波蓝帮反汇的量了 是的 德鲁伊是三杀 这样的话直接上高地了 第一时间果断的拉上带泽 给优一个跳踩的时间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 他们这个团战阵容的时候一样啊 就是一个切入性的法师和 先进去 吸引对方的目标 然后开启BKB 对方的走位失误以后 魔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踩大 踩完大招之后 就是德鲁伊的输出 输出时间 这个德鲁伊 他想TP 结果是被这个字幕打断 你这个暗幕 先进过来 这波好像还真的留下了 其他人走得太快 没有 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波 已经是破掉了对方的高地塔 两个人换一路 这种优势在这儿就还行 而且德鲁伊的经济比较好 下一波过来的时候 应该是长时间还要再加小间了 经济差距 瞬间是又拉回了两千 只有六千了 这个六千的话 因为对方买回的次数比较多 所以这个六千基本上 没有转化到对方的装备里面来 所以就可以接受 感觉双方买回都挺多的 这个经验差距现在只有两千多了 金卫这边的话 8GK买回一次 然后是我印象里是 又买回过一次 是在推中路的时候 然后光阀买回过一次 而天灾方的话 是夜魔买过一次 然后先知买过一两次吧 先知好像买了两次了吧 这个推进真的是不好推赛有光阀跟 对因为他们这边清兵非常慢 然后现在的话续航有点跟不上了 因为对方的AOE这个 这个等级啊都起来 这小王买了什么 三花 这是要出天堂之几啊 打这个 天堂之几是克制一下小熊 这个效果不好啊 实际上效果是不好 我觉得打这个东西 打蓝猫可能比打小熊 应该有一分为点 如果能点到蓝猫 蓝猫是有BKB的 这个很难点 小王这个装备出得不好 我觉得应该出BKB啊 我觉得他这个时候 主角必出蓝猫都能够 这边是 抓到了球 完了这部不妙 看一下德鲁尼能不能买活 有钱 德鲁尼能买活吗 可以买活 钱不能买过来 大大的四四 但是没人再输出 这个时候其实不应该打 德鲁尼说我可以买活的 德鲁尼 他买活之后没熊 所以他都不买了 哦他熊死了 他刚才死了一次 然后活了这么又被抓一次 所以熊在基地 这次对人打了一波了 莫名其妙的开悟抓了一波以后 然后光法是买活 手还是可以接手吧 因为冰线的问题吧 我看德鲁尼是可以买活的 刚才这个 但是灰要不在身上 他就没想买 是吧 他是小熊在CD 他就根本没想过买 哎 刚才直播是可以打 他这个非常不强 我们在CD 他们现在是趁着德鲁尼 去老处活来打 想上这高地 哎我们看着他跳上去了 还是可以跳上去 试了一下猛马 猛马往后积了一下 准备失望 这大章算是就浪费了 对 这大章没有摆在路口 我们看这边先机上来 但是被这个什么蓝猫拉住 先机是没有BKB的 先机有 先机有吗 没有 还没有BKB 但是没有把先机杀掉 我们看一模开的BKB上来 这蓝猫 蓝猫的话应该是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这波往里面冲 往里面冲的话 还是勉强上了高地 虽然说没死人 但是消耗了一下 这高地塔的血量 现在高地塔是不能回血的 诶 带走了个星知 这星知刚才死得有点梦 这在哪里带走的 蓝猫回去就带走了吧 这个位置 就是刚才就啪了一下 就死了 这鹿小熊 这时候小熊就真的不能再死了 这波小熊 其实感觉不是很有必要 又要过来抓小熊了 感觉这个出气瓶不是很有必要 比如自己的队友已经没有钱出了 他刚才出一个 他其实出这个装备 这边是帮助自己的队友 小贪魔 没有死 这边是近战 这个东西是要出笛子 德鲁伊在自己的队友死成鬼的情况之下 要反捕团队了 看一下杀人的情况 负罗罗战队应该是要撤的 因为小熊没有cd 小熊要是死了的话 这部团人就没有办法打 光瓣了这个波 万马奔腾 顺风就万马奔腾 逆风就万马骑银 我只能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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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学的一个一百多学的这个高 高瓣打了A罢了 这什么情况 我还在6 我还想摆成了 我还想摆成了 不是这个塔 它不是一点点血 你一点点血都不A的好吗 一点点血可以 一点点血我都不A 小熊上来拍一下就没有 就是可以 就是你一百多血的时候 高瓣塔 你点一下点个别的高瓣塔看 别的高瓣塔是一千六百血 只要是一百五十几个血 就是是可以A的 但是不会是有人A的 对的 没有人会去A高瓣塔的 马来西亚team play的6 哦 夜魔出了一个B章 明风彪悍啊 真的是马来西亚style 马来西亚style 好的 我们这边 还有一分钟才刷钱 那边就等着了吗 坐着 你们又不是买iPhone5 有必要这么等吗 好 弟子已经好了 好 这里被一个小数人看到 对方也是很快的 好过来 预告一下 今天这一场比赛过后呢 下午五点钟 哎 绝对 绝对开BKB 绝对解开BKB SK 是空 拉了一个 失火 大马新车 3个 漂亮 一波大招上去 打死了 一个一个 上了魔杖 还好好的 两个 这个估计也要死了 这个的话 估计也走不掉 你怎么走 能不能追到 动不到 augmented 蒙马 蒙马 应该是 就直接追就好了 不要A出去 好 他这个毕章的不敢关你知道吧 nice 毕章一关就逼去碧米达了 没事出个毕章让自己死得更加快一点 这是干嘛呢 好 中路是没有瓜地塔的 随便可以上 好 那这一波的话就两路了 目测 目测两路 至少两路 至少两路 可以直接基地了 是的 我们就可以预告一下 下午五点钟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 这个这个 暴雪 高校 高清才 华北赛区的 哦 华北 是的 然后是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 将会有我们DOTA2的预选赛 有同俗战队 黄奖带队迎战澳大利亚的N9战队 这样的话是 总的来说应该还是Full Up利用了 自己阵容的这个 弹战比较好打的一个时候 这个虽然说蓝猫前期的发挥 就是不是很好 死得比较多 装备比较慢 但是蓝猫在配合这套阵容的时候 打的这个仙手 给某马是拉出了这个很多的空间 虽然说 某马在像一度的感觉啊 我们感觉几个点的发挥 是没有对方打得好 像这个SK这个点啊 仙肢这个点啊 夜魔都还是比较亮的 夜魔是在中路反那波反扑 打得非常功劳 很大 然后上去先咬了这个蓝猫 然后的话 仙肢是买活 然后也是鞠躬之尾 但是总的来说 Full Up利用这边的话 还是阵容要更加好打一点 天灾方拿这个德鲁伊 没有很好的办法 天灾方这里发育最好的是SK 但并不是仙肢 仙肢是潜水多的 仙肢还是比较慢了 说实话 他买活太多了 他几次买活 然后一直在死 他没有打出 这几个物理DPS的感觉 他死了八次 他十杀八死 十三个助攻 但就是死了太多了 他少死那么两次 他就会更肥 像SK的话 就有装备 没有物理DPS 打不动熊的 所以他这个物理DPS 一直没有发过去 而对方德鲁伊的物理DPS 毫无疑问 就是这个仙肢的话 他是存满活钱 然后满活过来跟你打 他不是说有BKB 能够坚持 我仙肢如果打DPS的话 还是要一个BKB 光靠满活 还是不太靠谱吧 我觉得 毕竟现在就是打那么一波 小熊现在开始冲 冲对方阵心 现在的话 仙肢还是要多带线 然后这个地方 安人威想您的话 得多靠带线 现在的带线还是太慢 没有出雷阙 哎 这边夜魔就在 这是你冲 让他沉默了一下 桑佩龙 为了一下猛马 把猛马的这个打掉 这个地方的话 是被南方队和戴德 猛马过来 猛马过来拆两个 直接是踩住了夜魔 和另外一个狮王 是 就算是控制一下 后面再好打SK 那边先就是 切了一个后排 但是正面还是刚不过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SK有点意义 请问怎么办 这个群请告诉我怎么办 缠织了 好人品 一把两拍死 打 再给你 再给你打 我妈死掉了 追下一个咯 继续了 SK还可以戳到 差一点点 还有两个都没出来 是的 这一招的话 有点小亏 还好 两路 两路兵线 全部过去了 死了三个 买活一个 问题不大 这个德鲁英没死就行 其他几个人的话 换换掉就好了 好的 这三十六比三十五 四十七分钟 这个比分是非常的接近 但是FLO战队 因为破了对方两路 所以这个优势 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大 看下双方的经验 和经济的对比 经验方面还是差了一些 六千 而经济方面 现在是四千多 这德鲁英感觉还 还需要出点什么 还少了点什么 觉得少了什么 少了金箍棒 他雷 他雷 他已经出了雷锤 他已经出雷锤吗 已经出了雷锤 在小什么身上 对 他可以出晕锤 晕锤或者金箍棒 这两个我觉得比较好 尤其是打着 BKB的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特别好用 像打这种 死亡啊 夜魔 战装呢 跟你对刚呢 一个晕锤 解决你 对的 我只要把你拍出一个晕 就可以放你风筝了 移动速度比你快很多了 然后小熊可以 一直黏着你挡 像打带德这种东西 你二十一不小心 被拍出一个晕锤 好了 你脖子上也不要引出来 我觉得他现在对方这么多的近战 然后 是不是可以考虑出一个散尸 散尸 出散尸的目的是 小熊可以一直黏着他打的 而且 这个本身移动速度优势 就已经可以黏着打 所以一般对比还是很少提散尸 而且出散尸应该是大敏捷的 多半还是给主神戴 小熊一般就是 好 这个地方看到夜魔 他们打出缠绕 这边是在追杀光法 整个晕锤开BKB 然后追着打 好像杀光法有点难 那这边的话是蓝帽冲上来 那这里是在打一个杀王 杀王没有BKB 还是 血掉的比较快 这边魔马是开出了BKB 夜魔和仙姿在后面黑头输出 但是这个一过来 德鲁以后发生证证就刚不过来 一个队啊 一个踩 这边大脑没有油管 没踩吗 大招还在 还在被禁止 最后已经快要准备要大招了 来 这个就是你了 叫你不出BKB SK SK大招没有放出来 这边先知 先知是成事后来来的 最后一套 就是上了一边跑了 杀机K在这边的话是 是没什么血 但是难够 是的 不就是王这里被追着打 这边的话已经是 谁的羊包 这风浪武战队的U 是 找了半天位置 没有一个很好的放大位置 打着打着 大家发现不用放大了 不用放大了 这个蓝猫 蓝猫的羊刀已经出了 GG 好的 我们关系防护战队 好的 第一场比赛是打得非常之精彩 这双方在前期和后期 都有非常精妙的团战 而且局面一度是拉不开 非常大的业务 这个队你打起来 一看就是马来西亚的 是不是 你都不知道 就什么出毕章的业魔 出毕章 关键是BKB以后出了个毕章 这个特别的凶狠 他后面的话 还是要不停地趁输出 实际上 他打这个 业魔后期打的路易 这个起来以后 确实是出什么都不合适 你说出什么呢 那个其实好的选择并不多 然后出阴锤转深渊之刃的话 输出挺高 但是又感觉自己的 又不够肉了 你知道可能选择 像龙心这种道具 然后这个SK也非常的纠结 他出完这个 跳刀以后 出了个冰甲 出了个冰甲以后 是能降低一下 对方的这个物理输出 像蓝猫的 还有这个 勾入力的 但是自己这边的话 又不够肉了 就是血量不够高 虽然是防购 然后又没有这个磨免 BKB也没有 像这个星智也不出 他们走的就是非常极端 所以我是感觉 他像人家出了个散滑 还撑点肉 但这个 现在自己感觉 效果真的不是很好 是不是很好 除了个散滑 这个血量虽然上去了 但是总的来讲的话 你这个没有磨免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致命伤 而且这个SK的后期能力 实在是跟这种 叶魔 跟这个德鲁伊 还有这个蓝猫 是没有办法去抗衡 带泽的话 这个戴泽其实这个英雄不错 但是他实在太穷了 而且被这个蓝猫 实在嗑得厉害 而狮王到后面也是 发现了这一点 像这个SK 和先知一战自刃以后 自己的其他几个仗油 就完全打不到钱 打到这个后期的话 实际上狮王戴泽的用处 就越来越小 没错 这个前期应该说 打得还是非常的不错 带着的这一个点 跟我们的感觉 确实理解还是比较的深刻 对 就是怎么说呢 他们这边 这个马来西亚战队 NV他们这套 只能说他们打得不错 但是阵容的话 实在是 差距有点大 因为按照这个 如果是同等水平阵容的话 很可能这个FOLOV 大概在二三十分钟 就已经封盘了 对 他们主要是依靠自己德鲁伊的 那个后天的逆天的能力 然后再把这个局面搬过来 而且这个猛马和这个蓝猫的配合 确实非常非常好打 然后加上一个物理这个carry的 跟鲁伊 是 而且这个猛马的大招 跟贴持地的大招 一旦他们这两套combo连起来 那真的是 我觉得都不用加光法 你还要中光法 对 所以这一套技能连下来 跟我们的感觉就是 他们这是一个体系 是 而NV战队 所以打起来 给人的感觉是有点 各自为战 几次团战 SK和先知都缺席 没办法 他们这个阵容就是 他们是非常灵活的阵容 打这个正面团队 确实是不好打 我觉得他们可能 如果在中间团战 这样的便宜以后 能够早一点呢 去把这个思路转到代线 然后出这个BKV 或者是引刀 这种代线倒计以后 让这个像蓝猫的先手 因为蓝猫先手过来的话 如果你是有这个BKV 你是随时可以逃掉的 这样的话 扯开这个像光法 还有这个双头龙的一些带线 你们去靠这个戴折的一个T 然后和夜魔的这个 持续追杀能力 去抓着这个德鲁伊的小红杀 然后在找机会的团P之前 再把小红杀一次 这样的话 可能就打得灵活一点 但是怎么说呢 马来西亚民工真的太彪悍了 他们最喜欢钢正面 他们喜欢钢正面 而且他们当过在上高地的时候 中午在那就是 我把你人赶走 对 然后我打塔 我打塔 他们还在 我们看到刚才那个莫名其妙 那个什么SK就冲上去刺了一个 莫名其妙 刺了个猛马 然后就开始打架了 然后先是直接飞到人家基地里面 去杀人了 就有点难 就他们这可能是一个 非常具有观赏性的打法 但是打得确实也很好 离胜利有点远 不是一个制胜的打法 对 而且他们的这个思路也挺简单的 一百多年写的高地塔 就这样扒不掉 这个名簿确实是非常的标准 那么刚才这场比赛的 应该说风部战队 前期给人的感觉是 有一点点小小的梦游 但是德鲁伊这一个点 是一直发育的非常的好 死的也很少 可能是因为新人吧 一开始的话 就不会有一些 对比每一场比赛 就非常认真的去对待 对 其他也很认真 只不过是没发挥好 对 第一场比赛 给我们看到这个新人的表现 非常不错 可以说以一起致力力挽狂澜 为防护战队率先拿下一分 那么双方即将进行的是 第二场的比赛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待 到这边的地方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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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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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你一样 乐爱兴起争霸 我们是你解说道路上最好的朋友 你的激情就是给我们最好的回报 什么让我们尖叫 什么给我们惊喜 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你的时刻 今天你解说 有什么不可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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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玩家每天都有两次免费挑战的机会 每天上线为22次 当免费次数用尽之后 玩家可以兑换挑战次数 兑换用的道具就是战书 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 神取1.5支新版本介绍 神取1.5支新版本介绍 大量酷炫个性时装上线 包括七夕时装 沙滩比基尼 暗夜吸血鬼 以及死亡之神 此外 还有新兵种加入到了游戏当中 魔剑士 魔祭司 当然 每日的活动副本也有补充 试炼之卡有金印和宝物的掉落 玩家可以在46级进入其中 同时 玩家们的个性化需求 也在新版本中被满足 现在 玩家可以有自己的个性称号 也可以加入英雄榜 还可以在优化之后的神秘商店里 找到电影卡 高级魔金石等多款极品道具 神取1.5还新增了世界Boss剃身 使用剃身不再错过 但是 无论 此 reim 好 福 mun 敦